另外来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已经结束出访行程准备回日本 那在回去之前他先到了波兰一趟 分别和波兰总统杜达 以及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奇会晤 岸田文雄在推特上表示 对于波兰在军事与人道支援乌克兰 扮演关键角色 他当面表示敬意 也表示身为G7主席国 会加强和波兰合作 并强调盟国之间合作的重要性